午安你好 欢迎收看6月9号的台式五间新闻 我是书海文 本土疫情严峻 北市先前才爆出疫苗施打进步太慢 不过现在却有知名诊所被爆料 疑似为了消耗AZ疫苗临时开放 让民众施打 甚至医师带着家人去打疫苗 不过中央规定目前疫苗接种还是先 第一到第三类人员也停止开放同住家人打疫苗 接触诊所如果真的违规施打的话 北市卫生局稽查之后也将做出惩处 民众深夜在诊所柜台前大白长荣填写资料 一楼门口还有一堆人潮持续等待 北市著名大型诊所被爆料 疑似私下施打新冠肺炎AZ疫苗 BPAZ派到台北市卫生局 台北市卫生局是分配给医院接种 为什么昨天诊所手上会有疫苗 可以帮民众接种 照爆料的诊所是北市府特约诊所之一 直先前北市公布疫苗接种计划 市府数次强调疫苗施打 还在第一阶段 疫苗都在39间大型医院手中 北市这回却改口 5月底已经发下疫苗 如今更有民众爆料 该诊所的确施打AZ疫苗 还有医生被通知带着家人去施打 但中央开放疫苗施打只在一到三类人员 同住家人施打政策已经暂停 诊所疑似违规 但一脚上却找不到人回应 不好意思我只是接电话 昨天晚上到底有没有开放施打疫苗 对 半夜就传出有基层诊所 在给不特定的对象施打疫苗 市政府还搞不清楚状况 完全状况外 我们现在也正在现场做基查 如果他们施打的对象 不是符合第一到三类的话 我们也会进行相关的查处 卫生局紧急派人基查 毕竟北市才被爆料 疫苗施打进度太慢 如今特约诊所可能违规 也被外界质疑 是不是想要消耗疫苗 介绍文翔林一行台湖导